身為盡責的貓爐 每天都要橙屎和梳貓毛 但原來主子的貓毛還可以用來做飾物的材料 你看看這個好像貓眼射的吊嘴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戴著它就好像經常都有貓貓陪著我 上課之前就可以準備自己寵物的毛髮 份量不需要很多 但最好有深淺不同的顏色 這樣做出來的效果就會更明顯 其實寵物毛髮寶石我們是用日本製的滴膠去做的 還有毛具也是日本製的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令到它的品質一直都保持透亮 亦都不會容易變黃 譬如針毛這裏可以這樣挑出來 我們盡量方向向上拔出來 譬如有時候它會夾進去其他毛 我們就不要的那些 我們會擠上少許霜給它一滴的份量 其實它用途是用來黏著針毛 現在我排了第一層的毛髮在上面 我就要看我排出來的效果自己會不會滿意 因為貓貓的毛裡面會有比較幼細的毛髮 現在我們第二層就是用這些幼毛 所以我們就要選擇粗的毛 可以由淺色開始放 我先示範淺色 你想擺白色那邊吧 然後我們開始做的漸變 就用這個批 然後把它輕輕的 邊緣這樣化開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放深色的藍 其實暫時只要有毛髮的寵物 都可以做到這個博物 我最近有做過鷹帽 也有兔子 還有再特別一點是刺蝟 主人就給了一些刺蝟的針刺 和他的毛髮給我去做這顆寶石 其實通常都是最普遍的原因 都是可能想留來做一個紀念 或者可能寵物都開始年紀大 他們都會來做這件事 除了做博客之外 我們也有訂製服務 亦都是方便 有些主人未必方便出門 可以做到這個博客 可以交給我們幫他完成 價錢都是一樣的 有些學生是幫他的朋友做一份禮物 因為他知道朋友的寵物剛剛過世 可能大膽地問他 可不可以給你寵物的毛髮 他就超超地來上這個博客 做了這個禮物送給朋友 會不會儘管 可以 simulate 華春俞 那麵 都可以見 有些不足 夕